慈禧一生穷奢极欲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慈禧钟爱宝石玉器 由以翡翠主称 当时曾有外国使臣 把一颗璀璨耀眼的大钻石 进贡给慈禧 以为能讨得慈禧的欢心 令人错愕的是 这老佛爷紧紧用眼角的余光 瞟了一眼这颗鸽子蛋 轻蔑地说了一句 边去 由此可见 在慈禧眼里 这抑郁的破石头 怎能与他心爱的翡翠相提并论 据说 仅仅是他用来佩戴和把玩的翡翠物件 就足以装买整整三千个箱子 而在这些价值连城的翡翠饰品中 慈禧最爱的是一对翡翠西瓜 是从美国大量进口的碧喜做的 瓜皮脆生生 绿盈盈 还带着墨绿的条纹 瓜里的黑瓜子 红瓜嚷 还能隐隐绰绰的看得见 令人嗨叹 这真是巧夺天宫 极其精美 可以说 购买这对翡翠西瓜时 清政府已是国库空虚 机智淡尽良绝 国内百姓名不聊生 国外负债累累 据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所说 购买这西瓜时 共花费了近五百万两白银 并且 慈禧对这两颗翡翠西瓜 爱之如命 放在最坚实的橱柜里 又加上一把机械锁 想要打开这把锁 必须把钥匙插入锁心 左转五次才行 方向转错 多转少转 都不能开锁 慈禧生前 对这西瓜 钟爱有加 大献后 自然也是要将它带去 另一个世界欣赏把玩的 据慈禧的心腹太监李莲英 及其侄子合作的 爱月轩笔记中记载 慈禧死后 这对翡翠西瓜 就放在他脚边 一起埋进东林 1908年慈禧下葬 仅仅在短短的二十年后 大道孙殿英 便贪婪地 指挥着麾下的匪徒们 欣喜若狂地 盗掘着这位清朝 第一女统治者的坟墓 而那些数不胜数的陪葬品 也终于得见天日 盗墓之后 孙殿英发现 竟然需要用好几十辆卡车 才能将墓中的陪葬品 完全运走 其价值之高 可见一斑 最后 根据孙的参谋长文强说 孙曾亲口对他说 将那对翡翠西瓜 送给了宋子文 但是也有人说 孙送给宋的 只是翡翠白菜 而台北故宫博物院 的确有这么一颗翡翠白菜 但时至今日 那对珍贵的翡翠西瓜 流落至何方 我们却不得而知 时光荏苒 历史的车轮 不断向前行进 而翡翠西瓜 这一举是无双的珍宝 时隔几十年 终于又出现在了 华人的眼中 但是在几十年后 海外一位华人 无意中 在美国的一个 私人博物馆里发现了这对翡翠西瓜中的一个 满含着历史的沧桑和那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 流落千万里的封尘 并未能掩盖其珍宝的风华 当时看到这翡翠西瓜的那个华人 心情该是何种的激动啊 得知这一消息后 虽然许多华人想要将其买回 让这西式珍宝回到祖国的怀抱 但是经过多方交谈 对方并不愿意将其卖出 由于年代已远 当初对方也是正常交易买过去的 算是别人的私人财产 所以至今不能让其回到国门 而这对翡翠西瓜中的另一个 至今不知所踪 关于翡翠西瓜的秘密 到这里又陷入了重重迷雾 这一价值连城的西式珍宝 就像是跟世人玩捉迷藏一般 不经意间从历史中浅浅地露出头 似乎有迹可寻 但是随即又隐藏于历史的暗处 这些曾经遗失的历史珍宝 肯定还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 等待着回到祖国怀抱的那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